他們現在在幹的事情就是 丟垃圾的人先撿垃圾的人太慢 施壓斷交罵誰罵民進黨 神經病鬧中 各位小金窗PLUS所有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4號 在星期二 昨天如果你看到小金窗在評論 就是藍白河 這個時候包括了前總統馬英九 還有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甚至包括了國民黨有三個縣市 應該是四個縣市 包括了基隆新竹縣市 還有苗栗先生都站出來 通通支持全民調通通都是要挺柯文哲 這難道真的是要逼侯友宜退選嗎 這個背後下指導期是來自於誰呢 你們想想看韓國瑜這麼聽馬英九的話嗎 包括了這個高金素美能聽馬英九的話嗎 馬英九這時候跳出來插花 為什麼 為什麼國民黨這一些大佬們 這邊這一些屬於藍影的們 過去這些也跟國民黨 跟中國有處在比較密切互動的這些人 怎麼會要把總統大位 國民黨總統大位奉送給柯文哲呢 好我們今天邀請到這位來賓呢 跟我們一一解析 不過也非常開心的 我今天到福論社進行演講 在過去因為非常滿忙繁忙的工作裡頭 很難很難對外演講 主持活動也非常非常難 不過這一年來 反而卸下原來的傳統的電視節目 開啟自媒體更忙了 可更忙當中時間的調配 也另外有一般的空間 所以今天福論社的演講 非常謝謝這個Source太太 萬家鄉的董事長夫人 她的邀請 讓我有機會 跟福論社的很多人共同互動 不過今天我們來聊聊 現在國際間進入倒數 兩個月當中 怎麼看台灣的這場總統大選 來柏惟武安 你好大家好 謝謝 大家好 現在藍白的中黨協商 說進入關鍵的深水區 明天要碰面了 怎麼看碰面有哪些人 有馬英九還有誰 朱立倫 柯文哲 柯文哲 四個人喔 那你怎麼看 很難看啊 很難看 我覺得是這樣子 當然政治大家的理解 就是說我們每天接受 不同的新聞跟議題 可是實際上是 他們一定會有一套 各自核心的邏輯 就他們想要 他們想要做什麼事情 想要打什麼議題 各個部隊裡面都有 內餐跟外餐就對了 那現在藍白的問題 還是沒有解決 藍白到底要怎麼合嘛 那你說 現在聽到的畫面 論述以及明天要開會這些東西 都只是在 我認為都是過過場 做做樣子 那沒有解決核心的問題跟論述之前 我覺得 我目前看起來我覺得是滿無聊的 甚至有點反胃想吐 感到噁心 可是都已經搬上台面要見面 你覺得對民進黨來講 難道不是一個重大的威脅嗎 沒有我沒有這樣子講啊 那當然是威脅嘛 他們合起來的話一定就會是 更大的一股反政府的反撲力量啊 那你今天要三黨不過半 你今天要政治撒卡都 柯文哲跑去跟人家合 你就 我覺得這樣就沒品啊 那你如果真的要合的話 我還是那句話嘛 就是我們的論述 我想要 我想要知道的是 你們在兩岸跟國防的論述 國家的論述 柯文哲跟南巴一合 那你支持馬文君嘛 給你當總統 以後潛艦要不要做 現在原型建做出來 跟大家報告 潛艦就是你第一價一定比較貴 第一價要庫房 要設備要技術要請人嘛 第二價以後就會比較便宜 現在二到 現在只做一價 二到八還要做 還有七價要做 那柯文哲要不要做 兩岸之間 一個不是跑去馬錫會 我們參加國際會議 都是台灣及其周邊地區 都不是國家 台灣中國的一省 如果大家對國民黨全面執政有印象 我們出去都是台灣省 那這樣子要不要出去 我要聽這些論述啊 兩岸兩岸的九二共識 這是藍營的主張 柯文哲說九二共識就是下跪投降 那好啊 那現在呢 你們要下跪投降嗎 柯文哲要講啊 馬英九在台灣是一個自視甚高的人 是一個驕傲的人 是一個 我覺得大家都是笨蛋 你看我選舉就沒有輸過 大家都是笨蛋 他在台灣是不需要聽誰的 他不會聽任何人意見的 可能只有金服衝啦我不知道 好 結果馬英九現在跑出來 突然想到 跑出來說來來我們合 馬英九上一次上新聞是什麼時候 去中國嗎 記主嘛 馬英九上一次大家最有印象的照片 是哪一張 除了他永渡日月潭 然後穿一件紅色內褲 脫掉衣服才發現他是紅色的 沒有啦開玩笑 然後他的照片是哪一張 跟習近平握手嘛 馬英九哪有在跟國際宣傳台灣 馬英九哪有在關心台灣的國防安全 馬英九卸下大家的武裝 馬英九就是一個 馬英九是一個老爸的骨灰毯子上面 寫著化毒箭筒的統派政治主義嘛 我當然知道台灣會有一些人 希望兩岸不要戰爭 可是我相信更多的人是不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們可以在和平的時候決定不決定 幹嘛一定要打起來再決定要同還是要堵 所以我們現在和平的時候 馬英九有一天到晚在那邊跟中國 塞肉末啊頭來暗期啊 他突然要做一個政治行動 叫做促成藍白河 這是什麼意思 他全台灣沒有人 全台灣沒有人可以動得了他啦 前總統選舉沒輸過 國民黨黨主席 雖然他最後卸任的時候 滿意度是那個什麼 8% 9.2%之類的 雖然他卸任的時候是2014太陽花運動 搞到民不聊生 搞到這個大家都不爽他 可是他還是非常驕傲的一個人 那誰可以請得動他 你根據剛剛的分析 要嘛 他的新聞就是要嘛跟習近平碰面 要嘛去中國祭祖 啊並說從 在當總統的時候說不同不獨不武 一個卸任而已就說 啊不 什麼不獨不武 啊同可以考慮一下 啊這種人 這就是一四人演完 不小心演到總統這樣而已嘛 那好另外一邊 柯文哲 柯文哲 這是你說的話呢 嗯 小燕姐你講我講 好有意思耶 對 來來他說什麼 2013年9月10號在竊聽 他說馬英九瘋了 然後馬英九是國家亂源 2013年說 扁牢房留給馬英九 2014年1月4號說 當選查弊案讓馬英九發抖 同一年的3月2號馬英九全家有綠卡 5月17號馬英九會被掃出台灣歷史 馬英九是大家的歷史工業 馬英九帶頭竊聽 馬英九別追求虛幻的歷史定位 馬英九是魔戒貪婪的咕嚕 大巨蛋讓馬英九的青年破功 大巨蛋馬英九問題比郝龍斌大 還有呢來換你 鬆肌牽指 鬆肌牽指馬英九能力有問題 馬英九四五季蛋破壞國家體制 不要在我面前一直提馬英九 不要期待台灣馬上好 不理馬英九就是最好的方法 馬英九幹嘛去太平島 哽噎批遠雄有馬英九撐腰 他說我以後不想變成馬英九一樣爛再一次 我以後不想變成跟馬英九一樣爛再一次 馬個屁 柯文哲講的 馬政府都放生國民黨爛 扁岸馬英九是侮辱台灣人 這個都是柯文哲講馬英九 而且他不是只有在跟綠營合作的時候講 他是一路講到他自己當市長 2018之後他還在講 突然就合作了 那很簡單嘛 其實我的想法很簡單 對我來講畫面最衝擊的是2014年 柯文哲選上台北市長之後 有一場隔年228 在228紀念公園 然後他講他在台上講 他講說他的外公是怎麼樣受到國民黨迫害 他說他生平最討厭的就是蚊子蟑螂國民黨 講到落淚哽咽拿衛生紙擦 結束的時候馬英九要跟他握手他拒絕握手 你現在發生什麼事 所以要解釋要跟民眾解釋的是馬科 就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你們可以合了嗎 當然我也很世俗的講就是為了選票 當然就是為了選票 但他們一定不會這樣子講 那好啊如果是政策或理想你講 現在的藍白河 是史上民主國家最卑劣的政治手段 最卑劣的政治談判 因為他是在把台灣人選舉的格調拉低 用攻擊的製造討厭的 然後再沒有理由的要兩個人湊成一對 沒有理由啊 理由是什麼 就選票 就只是想要贏嘛 那好問題來了 如果柯文哲標榜的是年輕人跟著我走 我可以做得更好 我更有執行效率 政府會更黏人 好假設你說是對的 來你要怎麼開政府 你現在合了要不要聽國民黨的 你的這個未來的內閣要怎麼組成 當遇到兩岸國際問題的時候 你要怎麼 你要聽誰的 你要聯合政府嗎 你要聯合政府 你要什麼藍綠白大家都在裡面嗎 好那很簡單嘛 國家問題的時候是什麼 結果他們從第一天選到現在 總統的工作都不談 藍綠白的過程 從第一天到現在 總統的工作都不談 講什麼 講行政院的工作 講立法委員的工作 講市長的工作 講里長的工作 總統的工作 一個字都不談 國防 軍事 外交 講啊 兩岸講啊 都不講耶 選總統的人不告訴大家 他總統要幹嘛 是在選什麼東西 對不對 中美怎麼 怎麼讚 烏厄怎麼讚 南韓北韓怎麼讚 要講嘛 所以 藍綠白河現在最卑劣的事情就是 你都不講 你們都假裝好 好 假設你們的攻擊都是對的 假設啦 雖然我做得 做得整身過關 你們覺得我們沒有做事 沒有關係 假設我們都沒有做事 假設喔 那你今天去批經濟 批民生 批什麼 假設你所有都是對 好 那總統你要做什麼 他不講 他都不講 他不講我要怎麼投 他為什麼可以自視甚高 他就是 這柯文哲自己講的 柯文哲說台灣的選民 都是潛諜選民 我換個方式講 台灣人都笨蛋 他指控你們都不關心政治 所以我隨便騙就好了 我選總統不講總統的工作 然後你們都會投給我 支持度還很高 越來越高 他其實是在羞辱人 只是大家不知道 因為如果你對政治 有認真專業 然後有研究 有學習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讓大家知道 我們在幹嘛 當然我們很難 在攻防選舉的過程裡面 就是每一次都很順利很難 但我們只能問心無愧 盡力而為 他們不是耶 他們是在拉低耶 我們從政是要拉高水準 我們要照顧弱勢 偏遠建設 然後斑斑有冷氣 照顧小孩 因應國家 因應國際趨勢 台灣要發展 這個亞太地區 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 這個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我們甚至有細頓 就是半導體產業 因為這個東西 所以中國可能不能打得太開心 要打之前要想很久 這個都是保護國家安全的 藍白 你們都不講啊 他們就是不講 所以我們是在增加 我認為好的政治人物是 他會讓民眾知道政治人物的工作是什麼 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 拉高格調 拉高大家對政治的深入 對政治產生熱情 那 藍白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攻擊 不說他們要做什麼 忘記以前全面執政過 忘記國民黨在台灣做了七八十年 馬英九 忘記自己是9.2%總統 忘記自己製造2014太陽花學運 然後指責民進黨 這個工作很簡單 一句話就講完 他們現在在幹的事情就是 丟垃圾的人先撿垃圾的人太慢 你擔垃圾的人欺負垃圾的人 台灣這個問題 不是在國民黨做成的 交通的路不是在國民黨幾個 對不對 民眾要改 他很想要改啊 我說一句簡單的 如果像台北叫什麼 市民大道上面有高價格 走走走走 我們今天要改 怎麼改 那個東西都改在那邊了 誰敢拆 我們覺得那個東西不好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 兩段市左轉幹嘛歸後來大堆 那個東西就不能動嘛 你看台北市 雙北市那個環河高價道路 那個真的居高症開上去會怕呢 有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法 有捷運嗎 有什麼我們來處理嘛 神經病那你還不是蓋得到 住亂七八糟 好啊那現在要改要怎麼改 你也沒辦法 就是什麼增加雜道啊那些 它是既定的東西都已經在那邊了 所有你現在看到的 包含建設包含什麼 大家很不喜歡看的鐵皮屋建築 那些就是寄存的違建 就是已經在了 那第二個 就地合法 就地合法 就地合法變成就攻擊 好醜啊怎麼樣 打掉從來裡面的人就咻笑 所以政府的困難就會來在這裡 誰當執政黨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那你現在把那些東西都假裝跟你沒關係 都不是我國民黨做的 都民進黨去的 咻笑 所以藍白的問題是在於 沒有論述沒有兩岸 他們單純的拉低的台灣人的選舉的格調 然後想辦法用話術逃避兩岸議題來選總統 那我覺得這樣子不太好 這樣一個發展你認為對國家來講 當然是一個悲哀非常遺憾的事情 我覺得非常遺憾 因為我覺得目前為止 很多人都說沒有懸念是賴清的 錯了這兩個月當中 我覺得還是有一些變數 尤其最後一個月的變數 因為今天如果算起來 剩下五天的時間進行登記了 那目前可以知道可以去登記是賴清德 那接下來是柯文哲去登記證的 還是侯友宜呢 呃已經好幾天沒有公開行程 就是郭台銘的部分 所以現在要4卡多 感覺變數非常非常大 所以還很難講 如果幫派是要互毆 幫派沒有辦法整合 必須靠背後另外一個大幫派 來下指導期 那當然了 呃我我大的幫派 我這個幫派中的一個幫派 這個在上位裡的 我要叫你整合 你能夠不整合嗎 最近非常奇奇怪怪 妖魔鬼怪 你說出來插花也好 反正就是要把民進黨拉下來 我覺得我昨天好像講一段口誤喔 國際上都在上架台灣 可是唯有在台灣在野黨要下架民進黨 不是說不能下架民進黨 你下架民進黨的理由跟訴求是什麼 你後你好歹也說一下嘛 你要把這個國家帶往哪裡 你要民眾要跟著你走 所以這個情勢裡頭 你說4個人 4個人很多人都很樂觀 認為說不會啦不會下啦 這個兩岸政策 這個兩岸關係的想法落差這麼大 那如果呢老大哥要你合 你非合不可 真的整合之後 可以在很多的選民為了 這裡頭有一些仇恨 有一些不滿的大集結 對民進黨其實呈現另外一個危機 民進黨執政的危機 某種程度代表是台灣的危機喔 我還是那句話 在保有民主自由的前提之下 進行政黨的良性競爭 所以台灣是需要在野黨的 但我認為台灣的在野黨 不應該是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就是很爛 真的很爛 你要相信我啦 所有跟你握手的 然後幫你做事 幫你喬位子 幫你喬病床 那種叫選民服大家都會做啦 問題是 好那我很簡單講嘛 國民黨當選 疫期會不會改 國民黨當選 最低薪資會不會改回22K 那些都是你們舊時代的產物嘛 國民黨當選會不會放飛房價 你們自己去看阿扁實習的房價 跟馬英九實習的房價 對不對 就是馬英九放飛的啊 在那邊怪民進黨 我覺得這都很好笑啊 片段啊 因為大家的記憶是片段的 就算是國民黨放飛的 你民進黨不壓下來 沒那麼好壓啦 那有家的人不讓你壓 這些都很簡單的邏輯 有 那問題是 國民黨都不講 好那現在換柯文哲 柯文哲 其實齁 我剛剛的論述就是說 台灣需要在野黨 那柯文哲現在是台灣第三大政黨的主席 叫台灣民眾黨 是 所以台灣民眾黨在 他是符合這個邏輯的 就是台灣有一個在野黨 而他不是中國國民黨 所以他的存在 在民主社會 包含我支持他存在的 事實上就是他成功申請政黨 然後也有人投給他 也有一堆人嘛 可是你不能坐實 你是下一個國民黨啊 那如果你是下一個國民黨 我就不能 我就不會支持了啊 因為國民黨的問題 除了在 剛到台灣的時候 把台灣當成過客 把自己當成過客 我們很愛笑中國的高官 退休之後都去美國嘛 國民黨的高官都在美國啊 宋美齡最後在哪 對不對 所以 他們就是幹過這些事情的人 國民黨就是中國人嘛 早期的時候 要把台灣交代了 媽媽進民主席 結果馬英九就是那一代人的遺序嘛 他還要化毒箭筒 所以我們不要國民黨 你內政經濟給我搞得亂七八糟 兩岸問題沒有解決 把台灣綁進中國框架 然後台灣走不出去 國民黨不要在政治舞台上 對台灣最好 這是真的真心話 然後現在有個台灣民眾 他挖國民黨的牆角 OK 支持 你不要挖一挖 變成下一個國民黨 那就不對了 所以如果藍白河會坐實一件事情 就是柯文哲聽共產黨 如果藍白河成功 就坐實柯文哲聽共產黨 記得他聽嗎 不是 藍就一定聽嘛 藍的聽這個 就已經不用講了嘛 對不對 他們從來不敢對中國戒選 從來不敢對中國散播假消息 從來不敢對中國武力恫嚇台灣 這些事情發言 從來不敢 他們這些議題什麼 中國的軍機飛經過台灣 罵誰罵民進黨 他不是罵中國 中國的假訊息影響台灣 罵誰罵民進黨 民進黨的網軍 中國的這個 有的沒有的 經貿外交制裁台灣 施壓斷交 罵誰 罵民進黨 神經病 哪有這種 哪有這種在野黨 國家還需要敵人嗎 民進黨不要存在 好那大家對內政經濟 左派路派有一些 有一些路線上的爭執 好OK 有一個民眾黨 一個民進黨吵 OK啊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可是你如果合了你就坐實聽他們的 除非你自證 證明什麼 證明是他們聽你的 克文哲出來說 今天藍白河我當政的 馬英九聽我的 馬英九明天開始台獨 國民黨明天開始台獨政黨 OK我支持你 那你就繼續存在 如果沒有 欸 克文哲要感謝我們耶 我們把他一直往藍的方向推 是在幫他拿藍的票耶 對不對 他們應該要感謝我們去 他自己就做 他幾乎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期待我們去罵他 真的啊 你跟馬英九合 你跟 你提名徐春英 然後你對淺見的議題 不問不問 不敢講 然後逃避兩岸的議題 你就是想要拿藍營的票嘛 不是嗎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大力的幫你 往那邊推 我們現在是在推克文哲一把 所以如果藍白河 克文哲證明 好接下來 我們會想辦法成為在野黨 國民黨以後沒有存在的價值 是 然後 以後民眾黨是台獨政黨 我是台獨人 是馬英九聽我的 OK 念厲害念棒 我支持你 這件事情不會發生 所以如果正常的邏輯他要存活下去 他要發展自己的 他要發展自己的政黨 如果藍白河了的話 他是被吃掉 那其實對台灣的政治是往後推 來 禮拜三這個歷史性的一刻 觀眾朋友看這個畫面 藍白的政黨協商進入關鍵的深水區 觀眾朋友看我腳怪怪 因為腳正在抽筋當中 好 沒關係 我們下一堂課繼續來 腳正在發抖抽筋中 因為民眾黨跟國民黨來講 因為的確在星期三 如果星期三 現在發出全面的通知 看到這個畫面 針對2024總統大選在野整合的部分 在野黨領袖進行雙方會談 馬 呃 侯友宜 還有朱立倫 包括了柯文哲 觀眾朋友說叫做馬總統進行見證 你怎麼看後續的發展 來持續鎖定小軍團PLUS 夢到去幫你做建設 這個是非常風流的事情 另外呢 大巨蛋是沒有議案政府你出資 那當然 政府你出資的意思就是 政府 想台灣 發錢 發明天 民黨 中國的 整個 有的沒有的 經典關教 直接給他 使用關教 發錢 發明天 經兵到中 然後有種在野黨 然後 國家需要第一人 對嗎 大家 在這間經濟 我會不會有一些 有 我會一定要不知道 我的理解嗎 就是 那種事實上 你常常把錢 和在一些 沒有的 沒有的 你之後 可以說 你怎麼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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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稍微 你怎麼想要 你自己怎麼想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